因为疫情的影响 美国有大大小小的48家肉类加工厂 关闭了一半以上 从而导致美国的肉慌 作为一个无肉不欢的国度 在最该BBQ的烧烤季节 突然接到通知说 你家附近超市的冰箱里没肉了 这可能是疫情带来的最为严重的一项打击 因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事 专门在5月5日发表了一条特别行政令 要求美国肉类加工厂保持开放 不过重开工厂也不会立刻解了燃眉之急 所以美国各大连锁超市 纷纷实行肉类限购政策 美国大型联系的超市Costco Sams Kogger 以及其他杂货商对新鲜肉类猪肉和家禽 设置了购买数量限制 Costco在官网发出了声明 每个消费者只能从牛肉猪肉鸡肉 等所有种类肉品中选购三大 而在昨日 美国中部大型连锁超市Kogger发表声明 每位消费者只能购买两袋肉 今日 加州百货连锁品牌Safeway 宣布限制其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商店 包括Vons Pervelin和Arbison商店的肉类销售 每个消费者只可以购买两袋肉制品 Safeway表示 采取这种临时限购措施 只是为了防止消费者因恐慌开始抢购 导致肉制品销售太快供应不足 而其他消费者无法买到需要的产品 并且Safeway声明说 此消费限制仅适用于其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商店 其他地区店面目前不受影响 各大超市除了对购买数量进行了限制以外 肉制品的价格也开始不同程度的上升 就在这周 Whole Foods一厢USDA Truth牛肉的批发价为每磅4块1 而在三月初 其售价仅为每磅2.05美元 上涨幅度近100%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本周牛肉饼的平均价格为每磅5.54美元 而上周为5.17美元 去年同期价格为4.06美元 针对美国市场肉制品涨价且供应不足的问题 畜牧贸易专家阿切尔金融服务公司高级客户主管 丹尼斯·史密斯警告说 猪肉短缺可能会持续到6月 由于冠状病毒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巴西和加拿大等 全球范围内牛肉等其他肉制品的供应也存在问题 牛肉将严重短缺 并且可以看到美国牛肉产量下降 全球范围内牛肉供应情况正在迅速变化 面对美国肉类市场的短缺 替代性肉类迅速在美国市场流行起来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1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在美国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替代性肉类产品 例如素食汉堡和植物性蛋白质的受化营程度 急剧上升 顶级品牌的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尼尔森报告称 3月最后一周与2019年同期相比 新鲜肉类替代产品销售额增长了255% 完全超过了肉类销售的增长 而肉类销售同期增长了53% 而这场疫情除了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以外 或许也正在改变人类的饮食习惯 所以一年一度的烧烤剂 我们还能愉快的烤起来吗 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